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时间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没有获得智慧的话 就会害了自己的家人 害了自己的家庭的 愚昧的人就是亲手拆毁自己的家庭 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要求智慧 求上帝的智慧 领受了上帝的智慧 能建立家屎 而欲望的人亲手拆毁 真言十四章一节呀 在座的各位 就比如说啊 勺 用勺能吃饭的 那么用大的瓢也能盛饭 但我们吃饭的时候 肯定是用勺吃饭吧 用勺子和筷子 没有人说吃饭的时候 是用大的瓢来盛饭 然后直接倒进嘴里的吧 都是用勺子来吃饭的 就比如说 我身子哪里不舒服了 明明是头痒痒 但是我总是去挠我的身子 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雅各式一章五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主就必赐给他 阿们 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给大家讲了很多次了 那么这句经文 给我们的领会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读了这句经文 我内心始终没有领会 那我们每个人来请查一下 自己的状态吧 有些人说 哎呀 用勺子吃饭太麻烦了 我直接就用一个大的瓢 来盛大碗的饭 然后直接送进我的嘴里吧 这理论上好像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行不通的呀 那么这句经文我们读了 我们怎样才能领受领会呢 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我也能行 我也有希望 这多好啊 哎呀 任何人无论是谁 只要求智慧 上帝就赐给我 这多好啊 智慧 真言十四章一节 智慧能建立家屎啊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就自己亲手拆毁自己的家庭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很多人都意识不到 是自己亲手拆毁了自己的家庭啊 我没有获得智慧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元凶 是拆毁自己的家庭了呀 真言十四章一节 而很多人来到了教会 却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甚至也没听说过这样的讲道啊 真言十四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上帝的话语是爱 我听着扎心 却是爱我的 是抑制我心灵的 是抑制疾病的 在座的各位 我屏幕是在这里 如果说我希望大家都不好 那大家都不喜欢 但是讨人欢心的讲道 就是相当于 都要祸害大家了 真实的上帝的话语 真实的道呢 听着可能扎心 但是却是拯救我的家庭 拯救我的灵魂 也拯救这个国家呀 所以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就是要听智慧的话语啊 正是上帝的话语 真言十四章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面对我们的新郎耶稣 我们都是要做心腹啊 那么智慧的人能建立家世 很多人说 哎呦我们家庭怎么这么的差 怎么这么的烦恼呢 首先承认我没有求智慧 我因为没有智慧 导致我的家庭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听智慧的讲道 那智慧的讲道呢 听着扎心呢 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 智慧的讲道 听着扎心是刺痛我的心灵的 却能医治我的心灵 能拯救我的灵魂啊 那如果没有获得智慧 我是个愚妄的人 就是亲手拆毁了自己的家庭了 智慧的话语 智慧能拯救一个家庭 也能拯救一个国家呀 那么讨人欢心的好话 阿谀奉承 仅仅是毁坏自己 也毁坏家庭 毁坏国家呀 我们再回到雅各树一章五节呀 在座的各位 本来有座墙 但是呢 我们总是把这个墙给拆毁了 那这不就是耽误事吗 好不容易建了这座桥 终于能开上车 能过桥 但是呢 一边建造桥 一边又在拆毁桥 那这不就耽误事情了吗 这就是没有获得智慧的时候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呀 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 上之的话语 为的是拯救我 因为上帝要拯救我们 所以给我们传了福音 而这福音的第一句话 就是悔改吧 天国尽了 因为上帝要拯救我们 所以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认罪悔改呀 这是派遣了自己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世上 给了我们传了这福音 给了我们传了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的话语呀 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这世上 耶稣基督啊 雅各书一章五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词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主就必赐给他 阿们 在座的各位 那么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句经文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我也能行 我也有希望 我们终于明白了 哎呀像我这样的人 也有希望的 我是个罪人 是赤裸裸的罪人 是肮脏的误会的罪人 而我也能行有希望 因为上帝是慈爱 是怜悯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这就是最大的盼望 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啊 那么我怎样才能确保 我真的获得了这份智慧呢 唯独上帝是能给我们智慧的 我要认识谁能给我智慧 唯独是永生的上帝 我们的创造主上帝 我们的天父上帝 只有上帝能给我们智慧啊 我们内心求智慧 我们要求谁给我智慧呢 我们要认识能给我智慧的这位 是唯一的神 是真神 全能者上帝呀 而我们的心思呢 不在上帝这里 我们的心思就在 哎呀 赶紧给我智慧 我要得智慧 有了智慧 我就能做很多很多好事 就是 关注点 不在上帝的眼光 关注点 不在上帝的心意 反而在我这里 是贪婪贪心的 在座的各位 那么面对上帝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转到上帝这里 为了获得智慧 我们就要悔改呀 悔改了 才能领受智慧呀 因为只有上帝能给我智慧 为了求上帝 给我智慧 我们就要悔改 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呀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 悔改了 才能归向上帝 上帝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就是让我们悔改 来归向上帝呀 唯独上帝能赐给我们智慧呀 那么我们悔改了 才能归向上帝 才能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不悔改的话 是得不到智慧的 我们再读一遍 所以我们读圣经 要认识这一点 我们要读懂圣经 就要悔改呀 就比如说 给了我一头牛 我却把牛粪拿走 不知道牵一头牛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上帝把最好的给了我 而我们总是要去捡垃圾 就是说 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得永生的生命 能认罪悔改 得永生的生命 这是最好的福气 那在这世上所需用的 上帝也都给我填补 而我们呢 总是贪恋的是世俗 和自己内心的贪婪私语 这仅仅是虚无的 真的是像垃圾一样 是虚无的 或许今天存在 明天就能没的那种 上帝把最好的福气 这是像珍珠一样 最宝贵的生命给了我们 而我们总是心思在垃圾上 在这的各位 我们大家真的 警醒过来 醒悟过来吧 我们在主面前 是完全地否认掉自己 只跟随耶稣基督啊 牵一头牛 牵这个 这头牛身上的一根线 这牛就跟着走了 只要牵了这根绳 这头牛就紧跟着来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主面前 如果不领会上帝的爱 不领会耶稣基督的爱的话 就是 就是很 就是很 很可怜的 是很凄惨的呀 所以我们祷告吧 我们长城的祷告 恒久的祷告 要认罪悔改 悔改祷告 使我们归向上帝呀 第六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阿们 大家知道在海浪上呢 在海面上 放一条纸船的话 这个纸船呢 很容易就飞跑了 不论是被风吹的 还是被海浪吹的 就没了 这就是我们内心 怀疑有疑惑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内心有怀疑 有疑惑的时候 这个人不可靠啊 很多人说 哎呀 信耶稣基督真的能行吗 这疑惑的人 就是没有信心的人 这四些段悔改真的能行吗 这就是没有信心的人 不信耶稣基督的 那就是恶人呢 在座的各位 不信耶稣基督那就是罪恶呀 我们面对主的话语 一点疑惑都不能有的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靠信心使我们获得智慧呀 那么信心是一点疑惑都不能有的 我们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这个人内心总是有疑惑 总是有疑惑的话 那说明这个人 就是坏人 是恶人 大家要谨慎呢 那么在座的各位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啊 那么面对上帝 我们要悔改 我们悔改了 上帝赐给我智慧的 我们向上帝认识悔改了 上帝先赐给我信心呀 上帝赐给我信心 使我领受信心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总是不明白主的话语 总是不领受主的话语 也听不懂 也听不明白呀 所以我们切切地求上帝 求上帝怜悯我 求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求上帝使我领会主的爱 就盖一层楼的时候呢 首先盖根基 那这根基就是要认罪悔改 信耶稣基督 信上帝的根基呢 就是要认罪悔改呀 因为我们本质就是 罪人 是恶人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才能归向上帝 悔改了才能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呀 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呀 我们有抱怨 我们有嫉妒的心 我有埋怨的心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有罪恶呀 为什么说很多的教会都成了假的教会呢 假的教会呢 整天在开会 开会都是有关经济的问题 就是总是讨论钱财的问题呀 就是议论别人的罪恶 在座的各位 来到教会呢 不是要跟着世俗的文化和风气 来到教会的人 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 来信靠主耶稣基督 就要祷告 认罪悔改呀 我们看到别人犯罪了吗 不要定罪于别人 我看到别人犯罪了 我要承认我也有这样的罪 所以不是要定罪的 是要悔改我的罪恶呀 我们经常就以外貌取人 定罪别人 评论别人 批评别人呀 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是最爱我的 在这世上 世上是黑暗的 而上帝的爱 能穿过这个黑暗 能找到我 要拯救我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是感恩感谢的 上帝的爱 主耶稣基督保喜的功效 强大到什么程度 是战胜了死亡的权柄 战胜了邪恶的恶魔恶鬼呀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的情况 哪怕这世界的人都在犯罪 对于我们来说 都要感恩感谢 因为我们就是罪人 看到别人犯罪 不要定罪 因为我们也是相同的罪人 我要认罪悔改呀 那么信心是一点疑惑都不能有的 那才是信心呀 夫妻之间相互怀疑 所以整天在吵架 妻子怀疑丈夫 丈夫怀疑妻子 所以呢就有疑心病吧 就总是在怀疑 这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我们怀疑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罪恶 我们要求上帝解决我这个罪恶呀 没有信心的时候就是恶人 恶人只有灾难跟着呀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呀 在此的各位 我们认识到了 发现了自己的罪 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了 就求上帝帮助我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呀 哥林多前摄三章二十三节 大家和我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那么我的家人也是属于基督的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我不要去干涉别人呢 我也是属于基督的 基督在负责我 那么妻子也是属于基督的 而大家和我呢 总是把妻子当成是自己的 总是把丈夫当成是自己的 我要做他的主人 结果就在干涉他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呀 就比如说我看到我的丈夫 搞外遇了 我就恨他 没办法饶恕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要吵架 要恨别人 不饶恕吗 那反而是罪恶呀 这罪恶是有灾难的 这罪恶代价是死亡 是地狱呀 那我看到我的丈夫 搞外遇了 这时我应该怎么办呀 我悔改呀 我看到别人犯罪了 我内心有恨的心 有定罪的心 我犯罪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越加发现我的罪恶 我就求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 然后呢 为丈夫求祝福 求上帝 怜悯丈夫 使他有悔改的心 帮助他能够离弃罪恶 不再犯罪呀 靠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的 首先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能够按照上帝的眼光 按照上帝的旨意 来面对所有的事情 照着上帝的旨意 使我不犯罪 使我能离弃罪恶呀 靠信心求智慧呀 就是一点不疑惑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一点不疑惑的人 我内心有疑惑 是因为我有贪婪私欲 贪婪私欲是个贼心呀 约安福音十二章六节呀 那么雅各书一章七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阿们 就是内心有疑惑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我们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那么 在第七节又说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那么 前面提到了上帝 在这里又提到了主 那么上帝和主 就是让我们承认圣父圣子圣灵 是三一神呀 就比如说 有锅 也有大米 也有水 那么 这锅热的时候 放大米 放热水 煮不成饭的 这顺序要对了 先放水和大米 然后呢 再 煮开这个锅 才能煮好饭 那么我们要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呀 面对上帝 我们要悔改 那么主呢 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啊 我们向上帝要悔改 那么悔改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识悔改 属于耶稣基督啊 基督就是智慧 是上帝的智慧呀 就比如说 你的老家是哪里 如果我在海外的话 我说我的老家在韩国 这句话没错的 那我人在韩国的时候 别人问我 你的老家是哪 我说我的老家是韩国 那这就有问题了 我身在韩国的时候 问我的老家在哪 我就说具体的地名啊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求主帮助 就是离上帝更加近了 因为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使我们找得见上帝 马太分七章七节 寻找吧 寻找吧 寇门吧 就是让我们越来越靠近上帝 只要寇门就给我开门 只要寻找就让我们寻得见 就是让我们越加靠近上帝呀 雅各书一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心怀二义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阿们 我们怀疑的时候 我们内心有疑惑的时候呢 这都是心怀二义的 这时候得不到智慧呀 因为没有信心 怎么能得智慧呢 信心是能让我获得智慧的 上帝赐给我的智慧 是最大的财富 比实现所有的心愿更强大的 就是智慧呀 而且上帝赐给我的智慧 是能让我得救的智慧 因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得救的智慧呀 所以在这凌晨 我们向上帝悔改 向上帝真切地认罪悔改 祷告啊 使我们获得智慧 使我们靠上帝的话语 领受智慧呀 真切地志愿大家 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细节段悔改 靠近上帝 最终要获得智慧呀 主啊 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读到上帝了 我们就要悔改 面对上帝 我们人都要悔改 那么我们读到主了 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要住进主耶稣基督里呀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 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 这最好的祝福啊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 这最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没有智慧的时候 亲手拆毁了自己的家庭 没有领受智慧的话 这就是最惨的 而领受了上帝的智慧 就能建立家屎了 主啊 面对上帝 我们需要真切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越加靠近上帝 使我们获得信心 使我们获得信心 没有任何的疑惑 没有一点疑惑 靠信心求智慧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获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这人生短暂就如同客旅一般 在这短暂的人生里 我们要与主同行 正是让我们在这世上 生活的时候 靠着上帝的智慧而活啊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比世上任何的财宝 财富更加的宝贵与珍贵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说的那些醒悟过来 使我们靠着上帝的智慧 过每一天获得胜利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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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